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我們提到中共政府的手段 他怎麼樣官逼民反的手段 現在來一個最重的手段 叫做武力的威嚇 賴總 我們現在是在講西藏的歷史 然後就是在1955年的春天 14世達賴喇嘛他從北京返回到西藏 然後他順路去探訪他的故鄉安多區的塔彩村 這個時候中共就把他法王的家鄉 化入到青海省 他已經進行了民主改革 然後他就在公開場合 跟他的故鄉的民眾談話的時候 民眾通常會回答說 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 我們都很快樂 但在私底下他們在交談的時候 那個達安奶媽才知道中共政府已經開始進行土地改革 跟農村合作化 然後他們當地的農民已經在極力的反抗 所以整個安多地區是非常的那個緊張感 就是升高了 然後有一些地區就已經開始起義了 反抗了 然後1955年末到1966年 他的那個各地的起義的風潮 已經在那個康區已經席捲了整個康區 然後這個中共政府就馬上緊急調派大軍進入鎮壓 然後這雙方就發生了很大的很激烈的戰鬥 然後為了那個威嚇政策康巴人 然後中共解放軍就開始對康區的誓願 進行轟炸跟空頭炸彈 一等等的那些大規模的戰爭鎮壓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藏人就稱解放軍是丹渣 就是滅佛的魔軍 因為他們是佛教國家 都是佛弟子 然後稱康巴游擊隊就是叫做丹宗 一直是護法軍 他們不是護國軍 是護法軍 然後後來就是 然後就最先起義的地方是禮堂 他就他 然後中國共產黨 因為他1950年進入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花了五年時間進行拉攏宣傳民族改革政策 然後就試圖去說服那個藏人順從 然後在1952年開始就密集的進行宣傳運動 跟清查所有藏人的財產 為什麼 以後要充公 所以 後來就是禮堂的人口就是驟然 就是在1950年代 減少了一半 只有只剩下女人跟13歲以下的孩童 所以其實就是他武力威嚇 其實在台灣現在也是一樣 這是共軍鬧臺 其實他就是要嚇你 所有的手段都是要征服你就對了 一樣他現在還是繼續 就是持續他有一些手段就是說他先用謊言去包裝 然後再去就是在內部就是爭取少數人 然後去控制多數人就當他的打手 然後再進行所有的一連串的那種手段 其實他是要關逼民反 為什麼要關逼民反 因為你一反他就可以殺你 你一反他就可以殺你 殺到最後就沒有人敢反了 所以他要知道很多很多逼你去反抗的動作 這樣才能完全的控制 那到最後大家都變成畜生都不敢反了 是 這一段武力的威嚇 他的目的是要讓你在完全的掌控之下 這一段武力的威嚇是不是 請秘書長給我們補充一下 因為武力的威嚇 這個就剛剛抗拒 我們沒有帶出來那個血跡血域 達瓦董事長寫的 這裡面就是到了印度逃出來的 那些當事人口試歷史 這裡面寫得非常的清楚 那剛剛那種就不是說 那個民主改革這個事情嗎 好像我們從 如果真正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或者這樣的話 民主改革 那蠻不錯的一個名詞 民主 其實這個民主不是西方國家這種的民主 大家應該研究的話知道 這是中共的另外一個名詞 專政的一個 那本來就是1951年 十七條協議 大概就是我們之前的節目裡面談過 一國兩制 這樣一個 大概這樣一個內容的 十七條協議簽訂完了以後 達瓦末不是剛剛那種講的 1954年去北京參觀的時候 毛澤東就是說那西藏的民主改革就藏人什麼時候要求 需要改我們就改 但是沒有藏人的要求我們先不動 類似這種的毛澤東跟 當上跟達瓦末有承諾 但是後來又不是 後來1956年剛剛講的那些 達瓦末去印度 釋迦摩尼佛 涅盟2500年的一個紀念日的時候 那時候達瓦末和班太瓦末已經去印度了 那時候西藏已經開始 1954 1955內部已經開始 藏人反抗壓 然後鎮壓 那時候達瓦末準備留在印度的時候 時任的中共的總理周安蘭 直接北京飛到印度新德里 勸說達瓦末要回西藏 我們六年內不改西藏任何的東西 就這樣連中共的國家主席也好 總理也好 親自許諾的那些 後來就是剛剛講的1956年就開始 所以這些都是 只是一個騙局 或者就是騙到西藏藏人 就這樣一個地步 我只能說到這裡 六年不改 改怎麼會不改 就像香港 五十年不變 不到一半 二十三年就變了 我們剛才提到武力的威嚇 武力的威嚇 這幾個字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這幾個字 卻是成千上萬的西藏人 寫劉承河 形容出來的 我記得好像有一百二十萬 大約有這麼多個西藏人非正常死亡 西藏一共有多少人呢 六百萬 死了六分之一 所以蓮花生大師說 當鐵鳥在空中飛翔 鐵馬在地上跑的時候 然後佛法將弘揚到紅人的土地上 這個弘揚到紅人的土地 也弘揚到亞洲人 台灣人的土地 可是這卻是 踏著西藏人的血和淚出來 讓我們大家有機會 得到佛法的滋潤 這方面是非常感謝西藏人民 但是也為你們感到心疼 和心酸痛苦 再拍照 為何會有更多的 你會讓我們來看 解釋 成功 發張 做得 得 成功 消財